我爸说,他曾是大厦第一名师,他教出来的学生引领整个大厦,前进了二十年。 我爸说,孩子们毕业之后,学校拆除了,二十四年没有再见过命。 我爸说,电视新闻上经常播放着他们的事迹,新闻上每天都会看见他们,我爸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但是这一切,却都是在我爸老年痴呆后说的。 您真的是糊涂了,你说的那些只是你的幻想而已。 幻想,幻想,幻想,不对,他是姓楚吗? 我爸叫楚歌,您认识我爸? 楚老师,你这是怎么了?楚老师。 大爷,您认识我爸,我爸以前真的是老师。 二十个年前,你爸就在盘龙村教书,他是大厦第一名师啊。 楚老师,大厦第一名师。 二十年来,大家守护我,我学生。 都是你学生,好吧,我是刘根生啊,以前盘龙村的知书啊。 大厦第一名师,爸说的都是真的。 二十多年了,是啊,楚老师。 好想再见他们一面啊。 楚老师,痴呆多久了呀? 三五年了,他痴呆之后总是说胡话,说他以前是个老师。 这不是胡话,下课人,你知道吧,那就是他的学生啊。 什么?还有大厦首富,王丁海,如今大厦那些如丽挂尔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啊。 这不可能。 楚老师真的很厉害啊,他凭借一己之力,将八个山里娃送出了大山。 也就在那一年,楚老师,他被封为大厦第一名师啊。 那后来呢? 后来山里没人了,楚老师不知所踪,他们回来找过楚老师,去什么纽约啊,去享福啊,可是再也没有找到楚老师。 五年前,王丁海那兔崽子,回来找过楚老师,他说他一定要找到楚老师啊。 我爸下个月的药费,好差两千块。 对了,我们就在潘龙村举办一个重逢会,他们二十多年没见面,我想他们一定想再重逢吧。 他是大厦第一名师啊,还是大厦那些如丽逛儿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啊。 我会一直以为你是在说胡话,你糊涂了四年,却总是在糊涂的时候,是这电视上的那些人说,他们是你的学生。 你却无视了你四年,我却无视了你四年。 来不来快点,刚才迟到了,一分钟一分钟,很快啊,很快,站好站好,快点,快点,站好,站好,有想的,有想,来了,来了,来了,来,同学们都站好啊,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喊茄子,喊什么茄子呀,应该喊,旗开得胜,一举中。 兄弟,三二一,亲爱喊茄子,一举中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分。 在他们重逢吧。 爸,我也会尽我所能,实现您最后的愿望,联系到当年的那些人,让你们再次重逢。 我现在就回去,联系当年的那些人,就在明天,我们在盘龙村,组建一个重逢会,让他们师生重逢吧。 我的父亲叫楚歌,大概在九十年代到一年,他在一个名叫盘龙村的地方,而我一直不知道,他曾经做过教识。 我经我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他经常指着便师上的那些人物说,那是他的学生。 我想在他的生日上,送上一份特别的信,让他和二十年前的他们重逢,我联系不上他的学生们,只能将我父亲的事迹写成故事,发表在互联网上。 我希望大家能帮我赌赞。 抱歉,王老师,你不做任何投资。 你反了,你个臭小子。 喂,老连鞠,还记得,我找到楚老师了? 你们罗联系上,老杜家的儿子吗? 中逢不仅仅是楚老师的梦想,更是那八个山里丸当年的梦想。 他们也很想再见到您这个恩师。 骗子,这就是个大骗子。 没有人会相信我爸说的话。 也是。 已经从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爸。 我会让你们再见一。 我会让你们再见一。 我们已经考察了整整一年的投资。 这里大部分都是杀。 根本没办法建立大型桥梁。 有办法? 没有。 。 办法就在某个地方。 就是。 我的恩师曾告诉我一句话。 我的恩师曾告诉我一句话。 。 发射卫星难不难? 但是我们的老一辈子从算,就算出了卫星运营。 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之后,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会在野。 这个世界上。 办法就在那。 是你还没有看见。 那,那我怎么才能看见呢? 也许方法就在我们身后。 只是我们没有回复。 也许就在我们脚下。 只是,我们没有拍。 总是对人提醒你,就是这样的人在牛津市。 。 他呀。 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姿子。 啊? 山姿大叔? 可不可可? 可不可可? 楚歌? 我曾经是一颗冰死的护塔。 他如一阵雨来。 于是我立即成为餐厅大树。 我想要找到他。 他又如一阵风湿的走路。 他不就是夏总公? 总是挂在嘴里。 询讯秘密密二十多年那个人吗? 每年夏总公都会背叛。 万人只当他是祭祖。 只有我知道, 他总是坐在曾经的学校里, 等待那个穿白衬衣的人归。 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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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惣简 transm设。 哦! 咱们学校的风云学姐, 楚其��火了! 真的能往上求助了, 楚歌这一股 modèle不弹糟糕。 柳琦奇说。 她爸是大下第一名诗。 皮镇除了手 marathon search oriental. 女英雄、夏课人, 还有医生, 李蒂 Magneto。 哈哈哈。 给他真有什么牛逼。 老爸! 全世界不安炸锅了! 可不是吗? 你看! 现在网上都说 他爸老年痴呆 楚希希少年痴呆 一个老傻子 一个小傻 够了 学姐 可以见一面吗 真能吹 他爸就是个老年痴呆 王氏集团已经给楚希希寄了律师函了 谁叫他平白无故蹭了王丽海先生的热度啊 活该啊 学姐 现在全世界都在围攻你 我要怎样才能帮到你 必须严肃处理楚希希 新世纪还大学的天使真女 他只是想帮忙他的父亲 要功告 与你开除 胡散队 胡话说 商品保问吧 什么 保问开除楚希希学习的内情 别讨讨讨讨论 你才适不适合在近海做教育副主任的事情 学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的 都是这 学校正在开会讨论这件事情 学姐给你近海大学抹了黑 要开除您的学籍啊 我 我依然要这样做 学校的 我没有钱 曾来都不曾过问过我的学习 只是在日常下班之后接我放学 后来我进入近海大学 又开始共读硕士 还总是拿到奖学金 对于这一切 我一直感觉到顺理成章 但是我现在才回味了起来 原来我的父亲 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教导了我太多态度 爸爸 他好可怜啊 宝贝 那以后 你就要好好读书 未来才能帮助更多这样的 曾经在我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回家的父亲 走 但现在我才意识到 他更是一个热无戏无声的良师 我说的 都是这 我知道了学姐 我爸是近海电视台的台长 会帮你的 老婆呢 去把我的西装拿出来 明天一早 我要回趟盘龙村 都前十几年了 回去盖着 找到楚老师了 什么 楚老师找到了 始终多了二十多年了 是啊 换了老年痴呆 还有其他基础病 怕是十日不多了 我是盘龙村的知书 在我的见证下 楚老师培养出了一代英才 时刻二十年 不是人费啊 我在盘龙村 组织了一场重逢会 我又能吃了当年那些混响的 在楚老师那前 需要他们的分手成果了 我开心啊 你看 咱们这也是 选择重逢会 二十 二十年了 我老大人 也能够上你搬出来 终尽现了 多数 明天 又能再见的 楚老师 和他的那帮 红带学生呢 重逢会 我们一定要去 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 楚老师 是我儿子的大恩人 必须性假意了 你们要是真觉得 楚老师是恩人 那你儿子 为什么要告人家 楚西西 还要求 进海大学开楚塔 什么 当年 要不是楚老师 你儿子怎么可能走出大山 还弄算 没有你们这么丧良心的人 不是 不是的 在本人 王总 目前 东南六花 心情不错 王总 今天 王总 天使 在非洲的定量 在家里做客 其他的事没讲 有没有冲王军的老师 被我发动师 含 这种这么小事 还是不说 没有啊 免得王总怪 我什么小时候都会吧 爸 这么晚了 你还不休息啊 打死你 这个白眼狼 爸 你别打我呀 爸 白眼狼 爸 你怎么了 王天海 你真让人失望 到底怎么了 你来自于盘龙村 那个小山 狗狗 还有一位老师 叫楚哥 你嫌这层 不为人知的履历 让你丢人了 是吧 你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 把楚老师的女儿 告上法院 你为什么不认 你的楚老师 你为什么是 如此不安 负义之人 啊 找到楚老师了 你把人家告了 还有俩问我 你怎么回事 我生一个女孩 说您是他父亲的学生 就明天要举办重逢会 我以为王总 出身明文旺 所以为了 混账 你害我王天海 差点成为丧尽天良之人 当年若不是楚老师 连学都上不起 他 一识 一赴我 滚 王总 我不知道啊 立刻背着 送你回盘子 那是我家 回家 你给我闭嘴 你的梦想 是以后当一名企业家 我不是老师 我以后 我不是放弃 坚持住 你的学生 偷了我们种的苹果 我赔 我赔 你的老师是怎么当的呀 怎么交出来一批贼呀 我的学生不是贼 我赔你 我赔你 不是出老师 因为工作还丢四百块 你 主老师 就这么多了 都给你 谁干的 爸 走吧 我们去你以前工作的地方看看 楚西西事件极其恶劣 是我叫建设百年小弟 不是 谁敢在网络上 说他的父亲是大小第一名 而现在 黄氏集团发来了律师函 郑律师函 不仅仅状告楚西西 恨死我们先生 而且要状告我们 金海大学 现在只是王先生发来的律师函 但是楚西西函诋毁了 女英储下个人 今天是一份 明天的实费就是一百份 太过了 哈哈哈哈 你个老傻子 小傻子 你居然说这么多女人 爸 那是以前 你工作过的地方吗 已经十二点 冲锋会 没有人到了 爸 对不起 请念到的那些学生 不许 早就已经不记得了 这不是 马上到了 嗯 二十多年前 我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以前这里都是土 还不是水泥路 十六岁那天 楚老师对我说 总有一天 你会像那只小鸟 飞出这座大山 老师 我真的飞出大山了 我不仅飞出了大山 我还飞出了地球 他有什么鸟子呀 应该喊 起开得胜一举终地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楚老师 我我回来了 楚老师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做老师 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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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楚秀 xi 你在网络上 大学论影响极其恶论 严重诋毁我大校知名人 严重诋毁我近海大学的校风场名誉 对我校造出了巨大的影响 经研究决定校方开会一致奉睿 对你 我终于开启曲奇线 喂 王主任 喂 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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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马上上课 丑老师 丑老师 马上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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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山寨教师 时隔二时 当人教书的 却有着这么多的乡与乡情 这么多的村民依然记得 依然愿意回来看 究竟要将老师这种 做到怎样的一切 才会这样让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知道 他是多么的厉害 但此 我为你骄傲 我的父亲 丑老师 还记得我吗 这好大海啊 丑老师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爸 你还记得他们是谁吗 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看着他们 我感到好生气 你求答应把我求求你了 我学姐说的都是真的 你快派电视台记者去潘龙村吧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灵气的事情 他一个山村教师 凭什么培养出那么多震悟硕金的人 你是电视台台长 是媒体人出身啊 你怎么能凭借你的直觉去决断这些事情啊 才能看什么 土地上挂张的四个字呢 屈尾屯镇 我一生没有存在过任何人 我不能接受愚蠢的校方 就这样轻率地开除我屠外的人 我不同意开除除西西 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高层 谁让你进来 我是近海大学 大二社会学系学生 请看我 我不同意开除除西西 我不同意开除除西西 你一个大二的学生 谁给你的胆子冲撞 校方的更可以 除西西学姐是全国理科状人 当年国外多所名校抛出橄榄枝 他都没有答应 因为你们说 近海大学永远是学生的避风党 你们说 国外的学校不会是避风党的 而现在呢 你比学姐共读说 我期间麻省理工 好来看 学姐在此决定 因为你们说 近海大学虽然比不过麻省理工 但这里却会让人感到亲切 近海大学永远是学姐的家 而现在呢 你给我 你们宣扬学姐的科普用功 宣扬学姐的事迹 激励其他的同学们 奋勇向前 无数人以学姐为榜样 而现在呢 干嘛 你给我鼻子 要打哪儿吗 哥 黄石集团只是发了一本 校方去根本连真相都不去看 就在这里 就在现在 你们却要开除学姐的学籍 看 学姐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他就叫主车 二十年前 全国的优秀教师 你们一群情敌之蛙 只是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就一口咬也是假的吗 你们好好看看啊 全国是大别租人物 真不可能 这是假的 学姐说的都是真的 你快派电视台记者去潘龙村吧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灵气的事情 他一个山村教师 凭什么培养出那么多正不硕金的人 却为此真 这两天这 查到了 怎么样 二十年前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有啊 有啊 真的有啊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以前的梦想只是能进行打工 但除老师来了之后 我现在的梦想是 成为一个企业家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成为航天人员研究火箭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桥梁设计师 我梦想是成为医疗领域研究人员 什么大点声 医疗领域研究人员 我们的梦想是 他那是 王定海 夏可燃 因其真的都是他的学生 二十多年钱 这些曾经还是少年人 来自同一个山 拥有同一个老师 在同一所学校 二十年后 这些人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和大厦的中心力量 静海卫视 让你顾住组 是 静海卫视 所有人 全部出动 把盘龙村 面向全国直播盘龙中学 除了和他的学生 二十四年的重中大会 至少四个工作小组 火速赶往盘龙村 是 静海卫视 从此刻起 再听所有节目 启动直播栏目 并且同步到网络媒体 电视机媒体 FM媒体 是 看 静海卫视 发布官方不知了 楚歌 二十四年的重逢 这都是专网 家家户户 都有小汽车了 健身设施都装上了 哎呀 不错呀 我们以前 可没这个条件啊 哈哈哈 到处都是水泥路 以前 我们想都不敢想啊 爸 想得起来 这是以前 工作的地方 丁海路 该不会是王丁海 那小子修的吧 哈哈哈哈 来来来 给我拍张照 我记得啊 我记得呀 我记得呀 二十年前 汪丁海那小子啊 就跟我们说过 他以后呀 要让咱们全村 都铺上水泥路 没想到啊 他这里实现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 当年那个婚小子 说到做到了 哈哈 来来来 你们都照一张 都照一张 来来来来 照照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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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陈老师 快点啊 陈老师 你坚持住啊 陈老师 陈老师 还有三个小时 就要现成医院了 你再跟鞋一下 车就好了 车有差用 这山路根本就开不进来 王女孩 已经拉拔有车了 帮我吧 没事 我一定要给咱们 陈龙村去水泥路 我要让机车开得进来 我要让救护车也开得进来 你做不到的 什么人 谁人在拍照 松开 干死了 你没人敢敢拍照 松开 我们是 好大的胆子 做到这什么地方吗 敢在这乱动 谁有你们在这拍照的 谁有你们在这乱动的 啊 你这个年轻人怎么不讲道理 我们在这里拍个照 是什么的 知道叫什么地方吗 大卡手部 王定还在家乡 这条路 都是我们手部 王定海修的 王手部在修这条路的时候 就说了 要低调 走开 我都说这么大 你看不见是吓的吗 哎 你怎么骂人了 你跟这些人 骂人 还在搭你这个老东西 不知道 你从哪知道 王手部 都自我们盘龙村的蜜 就让你们摸上来 还在那拍照 来着 这个坏人进我们村 想破坏我们村的风水 我早就看他们滚滚飞飞了 哎 王手不说要低调 你们这些一拍照 肯定吸引来 更多的外人 打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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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 我们是老盘龙村的人 我看你们谁敢 我是盘龙村 以前的村长 王定海那个王八高的 是我看他长大的 你这么大人 那村子大人物 误会 肯定是误会了 他想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啊 我们以前都是盘龙村的人 是 二十年以前 我们搬到山下去了 对啊 你们都是从其他村迁徙过来的吧 算在这说了 咱们盘龙村有龙器 所以才从咱们盘龙村 走出去的一个大将去 不 居住在咱们盘龙村 能够沾染龙器 算命先生还说了 多一个位就多一个人 吸走咱们的龙器 大家会说 你们答应吗 不答应 儿子以后也是要成为首富的 不能让你们吸送我家财运 感谢我们的龙器 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你迷信 简直是迷信 二十年前 我们和他们都一样 后来除老师来了 我们盘龙村 才改天换地 什么龙器不容器 只是教育二字罢了 闭嘴吧 所有的人 跪上 给我们的山神爷爷叩头 不说 愿意把气力拖出来 我这里滚蛋 弄死你们 不知 可笑 简直可笑 你原意是吗 你知道他是什么 你们知道盘龙村的历史吗 你们知道这座大山的故事吗 就在这里胡说八道 可悲 简直可悲 这个老家伙是谁呀 他叫楚歌 以前是盘龙村的楚老师 你们是知道王定 还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你们可知道下可人 也是从这里走出去 你们可知道林奇 周强 都是从盘龙村走出去的 都是些大人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而楚老师 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 从这里走出去的所有人 都是他的学生 而我们 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 二十年前 我们搬到了城里 今天我们相约会 互相看一看 是举办重逢会的 哦 我想起来 就是他 他们 就是我刚说的那 骗子 不是 我也想起来了 一个女 她爸是乡公教师 培养出不舍子大人 招有 骗子 对 我也想起来了 基本上说的 丰丝王先生的人 这些骗子好大的胆子 你们就是那些骗子 我 我们不是骗子 丰丝王先生 竟然敢真的来我盘龙村 我们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 谁呢 你干什么 爸 我从事 你没事吧 爸 你什么打人 你这么打人呢 打人 这些骗子今天赶来 你就别想走了 这事儿也太不可思议了 大厦的科学家 工程师 首副生物学家 竟然都是从这么个小山村出去的 可有点如何呀 我都不敢相信 这么多大人物 是他一个山村教师 能评伙出来的 这事儿 一听就是编的故事 你们想想啊 他一个山村教师 凭什么能把这些山里带出大山 而且短短二十多年时间 能变成了大厦的中流脊柱 请台长欠考虑 这是所谓的二十四年后的重温节目 我们是要黄了 我们电视台 不怕要被广大网友骂死 可不是吗 这是 不是不是 爸 爸 你没事吧 爸 你没事吧 爸 爸 那是以前你工作过的地方 大老师我一样老师啊 走呢 老师 等我回来 二十年前 就是在这里送遍体 我一样老师 我一样老师 你等我回来 我一定会考上大厦建理学院 我一定会復服你的 只可以 我一样老师 我会復服你的 我一样老师 都回来 都回来 老师 莫 我一样老师 你别走 莫老师说了 你别走 都不许哭好好考考不好不许回来 滚都滚 加油 打下未来的动量呢 老师 我一定会走出这座打扇 河龙村 我回来了 初老师 我回来了 这座打扇 我回来了 初总 您要的东西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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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孩子 你多大了 十五 你是谁啊 我是省里调来的支教老师 老师 又是个城里人 你们这种城里人我见了多了 每一个都说来这帮老师 又没有一个能带一个月以上 这里来过很多老师吗 哎 孩子 孩子 领导 这里太群了 我今天进村看见了一个孩子 十五岁 连穿的衣服都没有 竟然将装化肥的尿素口袋 当成衣服穿 我想要申请一批生活物资 给这里的孩子们试用 这里的孩子 普遍不愿意上学 之前那些干一段时间就走人的支教老师给这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没有 谢老师了 我决定 留下 你老师教的好 不要三个月 我决定在这里 先留三年再说 我既然来了 那就干点事 至少 扭转这里的孩子们对于学习知识的热情 这是我的名字 以后我是你们的语言老师 数学老师 物理老师 化学老师 和英语老师 我将陪伴你们三年 你们总共是八个人 而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这个新老师说要带三年 我将陪伴你们三年 你们总共是八个人 而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这个新老师说要带三年 我看啊 最多三个人 什么目的啊 三年后 你们八个人 全部考上大学 走出这座大山 当你们大学毕业以后 八个人 全部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之谈 他说什么 他说 三年时间 让盘龙村的八个人 全部考上大学 他吹牛也不打草稿 别说盘龙村啊 就整个沃龙镇 全镇两万人 历史上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 盘龙村 咋说能走出八个大学生 他放屁 大学生啊 个个都是生回绝技 他怎么说的就那么容易呢 三女 培养八个 哼 别说八个 他就是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了 我盘龙村给他建祠堂 每逢出一十五呀 给他烧高香 他就是咱盘龙村的 历史上的大恩人 成美才就是鬼头人 我发现 你们都是很坚真 很坚强的孩子 只是缺少了正确的引路人 缺少了人生的规划和方向 你们不要觉得我说的话虚假 甚至是在吹牛 你们可以怀疑我没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你们自己不可以怀疑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 所以一开始 王总其实根本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吗 所以一开始 王总其实根本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吗 那个新来的老师 说他用三年时间 让咱们盘龙村那八个华都能考上大学 他不可能 哎呀他 怎么考虚大学成员不打草稿 把我笑 就是啊 那沃龙村什么时候出过大学生呀 那楚大学太能催了吧 可以说的 他还光会出 嗯 楚老师放学了 嗯放学了 什么楚老师 人家是楚大学 那楚大学还吃个魔了 那一天开始 他有个新外号 楚大学 整个村子的所有人 都在笑话他不知天高地厚 喂 什么楚老师 你应该叫吹牛老师才对 我不是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只是当年的我们 不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 那是一九九九年 每一个大学生都金贵的很 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时候竟还是有人考上了大学 能上报纸 能上新闻呢 王总 你考上大学了没有 我 零二年 静海市第二批考进京都大学的高材生 我 零二年 静海市第一个考进京都大学 金融管理学习的高材生 零五年下海精神 零七年 拥有我人生中的第一位 零九 西南省 石大优秀 河龙村历史的高材生 唐龙村历史的高材为宝道 第一个冲出亚洲 走向王定海先生 走向世界的起 世界十大 我跟大历史毕业之后 我想回来 我想骄傲地告诉楚大学说 我真的跟大历史最好的大学毕业 我王定海做到了 但是我回来 我找不到 我想大历史毕业 真的跟你面前说 楚大学 我真的考上大学了 我王定海真的做到了 楚大学 我来见你 我将骄傲地再次站在你面前 就像 就像二十年前那个少年一样 有进步 给你宣耀我所有的成就 我真的很想听你再表扬我一次 下车 就像个马上开始直播 坏呀加机器 就这么做 对了这么做电牌的人 哎 老师你没事吧 那是寻笑吗 那就是咱们以前盘龙村的旧纸 现在呀 你真是干净 清朝 这电视台都来了 今早活做到这 这咱们算影性不好呀 老师 你出去赶紧起来 我只是推了你一下 你别在这儿装死 去现在看看 我们不是骗子 我叫刘根生 我曾经是盘龙村的老智书呀 你不信你可以去查 我 这些人都是曾经盘龙村的老村民 你们洛峰村的人 为什么能搬到盘龙村 当年我们搬迁走之后 是我签字同意你们搬到这里来建新村的呀 你你说是就是呀 你知道他是吗 他就是曾经盘龙村的相冲教师呀 你们只知道王丁海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那你们可知道 林七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我 那你们又知道周强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吗 楚老师 就是他们的老师呀 你这个年轻后生 你不知道 你可以打电话 问你爹 问这村子的老人 看他们知不知道二十年前 还能存到请大学呀 请大学 不是叫门子 我 他说不 我也 哎 是不是那个让八个人成为大学生的树大学 你 你知道 那个村长 说名字我不知道 但我听说过树大学多小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 这树大学是咱农镇大安人 我爷爷已经过年少子是经常念召的 爷爷说 他说我们是我们镇的文书菩萨 什么 对 文书菩萨 树大学 别说菩萨 村长 你再好好想想 咱们村新建的那个小学里头 是不是还有一张画像呢 哎 这个人是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那村长 我们校长说他是楚大学 楚大学 他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们校长说他身怀绝技 我想去学校看看 从网上听到的消息 初老师 我知道今天你要我们来看看 同学们也都要在今天回来 在这里待了十年 一直在等着有一天 您回来看看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你 对您说一声 我 您学生里最不出色的那种功强 一生做成了一件事 星红相传 今天的晚自习 咱们上个特殊的课程 梦 想 什么是梦想 这你都不知道 就是梦里想的事情呗 梦想 就是这一辈子你最想干的事情 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 你爹 中了一辈子地 他的梦想 就是能有一头牛 因为可以帮他省点力 你爹的梦想 就是养一头牛啊 梦想 那你有没有梦想 当老师 为什么 喝大学 你没来之前 其实我们 可希望旁龙村有做学校 可希望 旁龙村有一个老师了 但是 除了你这种脑子不正常的 谁会来我们爬龙村啊 你来了 其实我们可喜欢你了 我们不理你 其实 是害怕好不容易喜欢上你 你别待几天 就又走了 美妆 是你们的保护色 我想跟你好好学 你吹了牛 说让我们都考上大学 其实我是不相信的 我们是 我要跟着你学医生本事 你当老师 哈龙村总会有孩子出生 也总会有孩子跟我们长得一样大 你总会需要一个老师 一个学校 以后 除了老生你走了 我也刚好学了你医生本事 这样就可以聚取留在这里 以后的孩子你需要我 正如我们 现在需要你一样 这个是什么 柴了 那这个是什么 那我 那么现在这是什么 偏一把心柴 那老师要考考你们了 有一个成语叫做 心火相传 这个就是你的梦想 平庸的只是想做一名教师 而隐藏的伟大 却是心火相传 考上师范大学的那一天 我努力的学习 我恨不得早点避孕 然后插上试 回到板村 回到你的身边 如果你还在的话 我想要和你并肩 你当云老师 我当数学老师 你老了 我还年轻的 我们心不相传 可我却又考上了研究生 研究生三年 我恨不得早点避孕 回到你们身 和我却又因为一篇论文 弄懂了博士 当我回到板龙村的那 学校去了 我见了 我空了一整天 因为我的梦想消失了 我答应过你 从今日起 我留在板村 要捐出这些 你的所有本子 开办新的学习 您是24年 朱老师 我想你了 1999 您在这里点燃了一把 从那时候起 我立即要成为 那把火焰中的新年 朱老师 我想你了 2014年过去 我回到这里 创办学校 担任老师 教授 今后相走 又不及 如您培养出我们 我们将在这里 培养出下一代 下一代 创办学 创办学 还真的是传说中的文殊菩萨 准大学 等一下 那你有 当老师 又从里面 他们进去了 我们也进去 走 我们也去 乱学 站下手副 站下手副 王厉海 王氏集团董事长 那个白手起压20年 成为手副的传奇人物 家精细 家精细 你们再走 是 王厉海出现了 安全 大家小梁集团 大家小梁集团也出现 我真的是女英雄 下个人吗 你会不会等一下 是 漂泊20多年了 这里珍贵还是假 即将见到楚老师 为什么 现在都这么紧张 周教授 马上到了 快 这个 老师 我回来了 林专家 您说 牛强的梦想 是新火相传 那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那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林专家 你有梦想 我没那么梦想 无聊吗 不无聊吗 我不想谈到 什么梦想 这些人 你才是最应该 有梦想 对 现在 我不记得你的梦想 但是我知道 你别的梦想 我天 你爹得了白水梦 某天躺在病房上 他的梦想 就是早点死 别拨了你 楚大学 你胡说八道 你 你可以回去认识你爹 他的梦想 是想早点 爹 楚大学人不错 他教我们说 只要好好学习 说不定有一天 能走出大山 考上大学呢 你想考大学吗 想啊 楚大学说了 大学是可以逆天改命的地方 我每天躺着你 不挣钱 这是家里的积极 你拉着 我要是多活一天 你就多一天累赘 临死之前 我要看到你找的一条出路 我撒 爹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跟着楚大学 你真的就能考上大学 楚大学 你胡说八道 我恨你 楚大学 你胡说八道 我恨你 死亡 是你爹的梦想 林泽 那你有梦想 我有没有梦想 管你屁事 我爹有没有梦想 又管你屁事 你少给我拿好 我怎么管些事 我是你老师 这是我家的事情 不需要你管 我是你老师 那我就告诉你 我没什么梦想 我只想让我爸好起来 以后早点看到我娶其生子 说一声 我可以不用再操心你 所以梦想有什么 能让我爹活下去吗 能让我爹以后看到 全村人都知道你还吹牛 你吹牛了吗 我是山里人 但我不是门马 我爹的病人 毫不起来的 全世界的医学家 每天都在努力研究 你恨我 你神经病啊 我爹等得到那一天吧 谁知道那些医疗 那你想不加入这样的梦想 你想为当今的医疗发展 做的助力吗 我 懦夫 我 你背负着这一切 看似坚强 其实你就是一个懦夫 你害怕别人揭开你的伤疤 你逃避别人提起你的父亲 你就是一个看似可怜的 懦夫 我没有 我今天将你爹的事情赤裸裸的队伤 就是在接你的伤疤 同时我也是在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山里娃 初老师 山里娃 告诉我 你的医疗是什么 别人不说 你爹就不会死吗 这个世界上 就算真的有能去玩 你真的放手 你一个山里 你真的看不起 我失去案例玩 我没有预兆 你爹现在狗链的前车 把这房子上 他的职业 你就放不下 而呢 你又能看得好 我好想 我不是 我想救我爸 我不知道 我没什么事 我不知道 请请问你已经在做 男生生的系统 就是希望你能 认真的说 好好地 最近发现 你正常看一些遗书 是在自学中 自己的遗书 蛮奇妙 我就自己学 自己抓药狗 从今天来 在夜市里的孙子 我没有学过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朋友们 就来动作 一会儿 一聊书籍 从今天开始 我将给你创造 这个世界 成最好的事情 就是 其实 我就是 我等到了 你实现了 这个原因 为什么 你就等到了 那我 我就此时此刻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分明 也探望着 自己的亲人 不好 如果 你不要 等到 那第一次 那你 为什么 就是 如果 没有等到 他 那以后 你将会 成为 这个世界 无数 能够 就是 您先生 他究竟是 怎样的一个人 他戴眼镜 穿的白衬衣 看起来呆呆 大家都叫他 楚大学 嘲笑他 他 装着 听不懂 傻傻的笑着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他是 王定 才想要学习 教他经济 他就连夜 骑着自行车 去县城 买那本书 结果 摔得 破血流 他是 我们犯了错 先把我们 保护在身后 回头 却逃出 皮带 收手 他怎么都是 一匹贼 他是我说 西方医学 巨著 都是用 拉丁文写 说大学 你会不会 拉丁文 他硬说 他会 你确定会吗 小才一碟 大个月 我教你 结果一个月后 真的教会了 我拉丁文 是 教会 我第一门外语 他真的 身怀绝技 拉丁文 也会 他会个屁 自从我提出 这个问题之后 他偷偷买来了 拉丁文书旗 开始苦去拉丁文 为了教会我拉丁文 他先自己偷偷学会 被我发现 哎呀 好难啊 他是 只要我提出 我想学 就算他不会 你要想办法 用教会我的 他是 我这辈子最尊敬人 他是 我们所有人 最羊慕 还是 像父亲般 为爱的人 必失 必复复 观众朋友们 或许 这世界上 真的存在 那么一位老师 大夏首尾 王定海先生 大夏女英雄 夏可人女士 走进了这座学校 那传言中的两人 真的出现了 朋友们 此刻 我无法形容 现在自己的心情 我儿子说的 都是真的 我学姐说的都是真的 你快派电视台 记者去潘龙村吧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那么多 离奇的事情 他一个山坑教师 凭什么 培养出尿毒 镇无硕金的人 楚西西在过河洛上 说过 她的父亲 培养出了首富 一个英雄 现在前两位 都已经出现 大夏时上 第一位 诺贝尔生物学奖 得主 迎期 会出现吗 大夏航空时上 最年轻的教授 周强 会出现吗 还说 这台平民的声声率爆了 什么 这个世界上 更多 这个 这个 天哪 我今天看到了 真的 还培养了大夏中心之才 你们这些巧合吧 我是不相信的 不是 假的 这个世界上 是 你们可能恨了个个人 如果他真的 我们不可能恨了个人 坚持目前 24年的同胞 只剩仅仅半个小时 我们的收视率 达到百分之五十 这五十 这五十 这下达到百分之六十了 这么多大夏 此时此刻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正在收看静海平民 百分之七十了台长 我落头不收看直播的人数 已经达到四千了 火了 我们静海电视台 火了 是电视台台长 是媒体人出身啊 你怎么能凭借你的直觉 去决断这些事情 你抬头看看吧 你头领上挂下了四个字呢 去尾屯瞻瞻 而且亲爱疯了 他家比我更有效 台长 先生怎么办 我们精彩提供的收视率 从未达到过如此高度啊 台长电话 请先生的电话 请那边亲自来电话 封用了 陈先生 二十四年的重逢 不错 网络上所有人都说的是假的 和你们电视台 坚持拍摄 反对前往直播 宣扬隐藏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 我们媒体人的那些字 你们做到 蓄伟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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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 你们无必要确保 该节目正常运转 深入了解 采访 二十四年前 在那个山村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 深度挖掘楚老师的所有故事 观众想知道 民众想知道 我们也想知道 是 再次出动两个采访小组 以及进入盘龙村 采访当年所有知道楚老师事迹的 所有盘龙村山峰教室的故事 需要宣扬到全世界去歌颂 需要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伟大的 他不应该深埋在二十四年历史 他不应该埋没在灰烬之中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工作任务只有一个 人人认识他 这隐秘而伟大 东南卫视立即前往盘龙村要快 媒体人应该曝光这样的隐秘而伟大 20多家电视台 媒体都是红丝钻往盘龙村 我们要快 电视台立刻前往六十三 尊度挖掘当年的故事 要快 媒体人应该曝光这样的隐秘而伟大 京都电视台立即向往红丝山村 深度挖掘当年的故事 是 此刻八十多家电视台 都在火速赶渡盘龙村 我们要快 西南电视台要做好长期准备 驻扎山村 我们北方电视台 距离江城市不远 我们要拿到第一手资料 我们要挖 从1998年到如今 红丝山村 那些人身上发生的所有事件 预计前往盘龙村 从今日起 楚老师将震撼全球教育界一百 他将名垂千古 这不可能 咋的 绝对是咋的 假的 到现在了 你们依然觉得是假的 让那个PS报纸 就让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承认别人的优秀就这么难吗 你没本事 你没听过 你没见过 难道这世界上 就不存在这样的优秀传奇教师了吗 气质上真的有这样的人 搞了这么多年的诏语 难道 为什么我为啥 我们就是做秀众 没听说过 你们总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 人人都如你们一样 做出点鸡毛蒜皮的事情 就到处宣传 歌顾众得吗 你 这个世界上 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人有很多 你们都不曾听闻 不可能 这世上 有一种人 一命而伟大 我走了 你们要开除我学姐 我将不再做了 那这就对了 亲同学 还是珍重小孩 我也退学 从今天起 我秦海松 从静海大学退学 这个地方 根本不配成为我优秀学姐的母校 这里带给他的 没有光龙 只有耻辱 谁想发 带给我的 亦是耻辱 我不愿意在此程序 告辞 各位 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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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海电视台开办的节目 24年的重逢 直播这件事情 直播中 就带着他的父亲 去盘龙村了 撤了什么 就在刚才 大厦首富王 厄凯先生 到达盘龙村 啊 大厦第一女工程师 下个人 带大厦桥梁集团 十几位工程师 到达盘龙村 真的吗 收入学奖获得者 林奇先生 到达盘龙村 国家专家 周强教授 一达盘龙村 先生 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过了 网传有一名 叫楚德德老师 他培养了一批 红化生物学界商业 我知道 他说徐鼎峰 也是他的学生 我记得 徐鼎峰不是您培养的吗 那不是网传 是真的 一九九八年 是我调他去盘龙村支援 楚哥 嗯 你是省城的高端人才 你考不考虑 支援一下乡村教育 年轻人吗 锻炼上几个月 在哪里 静海市的盘龙村 会很苦 听说还没有通电 哎呀 怕苦 这不是你的 你是高端人才 我是真心的舍不得让你 但是 你太年轻 我想让你去 农村锻炼的 未来会有更好的用途 哎呀 我才不想那么远的事情呢 你呀你呀 虎哥呢 我派他去支援几个月 这都一年了 他干什么事呢 他还不回来 虎哥来信说 他说他想在村子里待三天 他想将那批孩子全部批养出 小子是不想混的事吗 他说 送去参加高考 他怎么看 他也没在盘龙村 那个急动 我 我管他 从此以后 我就全都没有定的人 虎哥来信说 希望能批准其他计算机 他说 村子里 扰天不高 希望孩子能早日 接触 我 曾经 我认为我做的最错误的 就是把 把楚哥放到了山里之教 导致我大夏 损失一个真正的高端人才 现在 我才知道 原来 那是我做的最英语 二十四年前 他前往山村 二十四年后 他为大夏 营养了一批高端人才 他现在 老年痴呆了 做了轮影 而我 退休了 哎 时光人 这么多年 我也该去看看你 今天 你见到你的学生们 他们在各自的里的遇 都非常出色 我 为你教 勿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没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识君 我记得 我记得 当年你往写程跑了八次 给选的上写信 写了十次 就是为了给我们申请一台计算机 一台电脑 计算机 那计算机究竟是什么呀 未来 计算机将会代替人们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画图预测演算 人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 人不能做的事情他还能做 也许将和我们的生活 自己相关 哈哈哈哈 十大学 你们别不信 前几年美利坚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头 叫做 十大学 那你弄一个让我们看看呗 对啊 好 我想办法申请一台计算机来咱们村 你们必须尽快的接触计算机 一定要与时俱进 才能学到新东西 究竟 那太紧贵了 老师 不得办法申请 初老师 但是现在 新一代的盘龙村的学生们 他们有了 好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当年的学校究竟是怎么样 哈哈哈哈 你们笑什么 当年呀 很穷 也很艰难 我们现在啊 就站在当年的学校里面 这儿 初老师 你看 这是我们的就学楼 因为现在学生海水 所以改大 但是啊 他不露风了 也不露雨了 你报告 怎么了 初大学我申请换座位 为什么 这屋顶漏水 我作业本都湿了 反正王定海不学习不影响 我要换座位 凭啥 老师 这些 都是王定海给勾制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的学生啊 再也不会因为没有椅子 而顿着上课 你们干什么呢 初大学 你有想打脑挤我 把桌子都挤垮了 明明是你先挤的我 都怪你们 本来就只有三张桌子 现在还能坏一张 能坏我吗 他们就 行了行了行了 别找 再也不会因为没有桌子 他在墙上写作业了 都怪你 怪你 反正怪你不了 要不是没人呢 我至于做的成功了 你也再也不用当梦想 再也不用半夜了 还拿着钉锤 去给我们修理做一板灯 背包小板子 什么 打我 出大学 绝不再安捅 无 horizont 快 出去 回来 回来 鲟老师 我回来了 回来 初老师 那天晚上我没敢说 其实 我有一个梦想 初老师 那天晚上我没敢跟您说 其实 我有一个梦想 为什么不敢说的 我害怕说了 您会笑话 我为什么会笑话 我想飞上蓝天 你的梦想当飞行员 我想冲破云霄 我想飞出地球 那是宇航员 不 我想发明宇宙飞船 我想研究火箭 上一次核军去县城 我看到电视里面播放着 大厦的长征火箭 正在点火发射 初老师 好震撼啊 我看到他是那么的自由 他脱离了地心武力 穿透了大气层 离开这个心 就去往遥远的歪太空 他挂着那么美丽的火焰 他上面写着几个字 大厦航天 好震撼 好重美 我在想 当他身上写下 大厦航天这几个字的人 看见他飞进了宇宙 内心该是多么的骄傲 亲手不涉及他的人 看到自己的作品 飞进了行河 冲出了云霄 内心该是多么的澎湃 那个时候 我的心里就中下了一个梦 从那个时候起 我的心里就中下了一个梦 在梦中 我好像看到未来的我 也加入了大厦航天 我好像看到未来的我 就在那些图纸上 精心地设计他每一个心结 然后亲手打磨他的每一个部件 在梦中 我好像看到未来的我 就站在那个发射中心 然后喊着他五四三二一 然后亲手按下了发射按钮 所以你有这么伟大的梦想 为什么害怕我笑话你 我就是一个山里了 我连这大山都飞不出去 还是能飞出地球啊 周强 总有一天 你会像那只小鸟 飞出这座大门 你对航天这么感兴趣 我教你 这个是 这里是世界航天学 物理和化学的入能中 创伤 你说这些都会教给我吗 你自己也说了 这个 难得像天荡夜盘 但是这是我对你的好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能自己将书本的 全部穿透 并且倒背无聊 到时候通过了我的好河 我就教你 真的 直流动变形 动变形 加厉燃烧式的原理结构 由扩压器 喷油品 人为的控制和使用轨道 主要有 地球静置轨道 冻结轨道 如采用推理系统的三轴 轨道 我找你 机会 飞轮为主的三轴 那飞轮就像炉河用在三轴 老弹来东地 挂什么袋 对 飞轮的灵系统 我应该是 开发的 楚大学就是个骗子 他其实根本就不会航天学 但这个骗子 却真的让我实现了梦想 楚大学就是个骗子 他其实根本就不会航天学 但这个骗子 却真的让我实现了梦想 还有多久到 要不是跟你啊关系好 我才不来这种鬼地方 马上马上到了 老公姐 我跟你说啊 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我的这个学生特别有天赋 他的梦想就是加入你 你可一定要给他个机会啊 马上就到了 一个山里娃 还梦想学航天学 你凭什么 其他学就是个骗子 你说我找他本书就会教我的 可是他根本就不会航天学 这啥人我不是找来了吗 他根本就看不清我 人家说的对 我就是个山里娃 根本就不必去学航天学 那么高端的知识 山里娃怎么了 再高端的知识也是知识 只要是知识 学上就能学得对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我都说了 我不会 我不会就不要让我 好好是老师不对 我都该骗你啊 但是人家都找到了 咱早点试一试吧 我不去 他再不及我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自己什么诚 他今天看不及你 你们看 咱就让他看他心念 大 大 老同学 我去 你去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40分钟 满分100分 你要是能做出来50分 我就给你 这老同学 你这 你也太过分了 这是专业的航天考试 人家有两个小群 你才40分钟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浪费到这个山里娃娃 你就说你 太过分了 我这个说 这是真的 哎呦 怎么样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 帮帮忙 帮不了 给你机会 真的帮不了 我做完了 这才20分钟 别敷衍了 你没有敷衍了 我告诉你 你的机会 只有这一次 现在马上 给我检查健康 既然交卷了 那就 这 怎么样 帮帮 天呐 过了 你真是个好老师 啊 从今天开始 每周五晚上 我会来一次莫龙镇 就算我不来 我也会派人过 能学多少 我看你 来了 哎 老同学 多少分啊 满分 满分 东家 满分 你看 我收个吧 你肯定会飞出这座大山 肯定也会传透发行船 飞进宇宙星河的 什么事 东家 我碰到了 我碰到了 你小子 现在别给我丢人吧 先老师 我一定好好学 从那一天开始 出大学每个周五都带着我 骑行三小时前往沃龙镇浮约 然后再带着我回来 决定梦想 更进一步 我开始接受更加专业的培养 直到我考上了 大夏航天学院 喂 给我强 对 说 说 这里是大夏航天学院 恭喜你周强 你被录取了 七天内来学习活动 我被录取了 周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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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撤去的盘龙预号火箭 已经读住 周强指挥 盘龙预号冷静壮志已完成 周强指挥 现在一个小时之后化射 各号注意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布 发布 光学 约翠币 雷达 尊重正常 摇四星号正常 双场 双场 你叫传播 鱼角 成了最初 大山的一个 火宇宙 啊 这次的火箭 我们要不回答 因为 盘龙这个公子 一直在我心中处 他承担着我的梦想 我最早在火箭上进去的时候 你怎么又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在这样一个地方 让我能够为他付出我全部的心 只要是电视上的都是 你 都求 这 我回来了 哎呀 那是大吓火箭专家中角王胜负 王丁海那小子回来了 视机里的 那是电视机里的 何时下林奇 女英雄下个人 这次是电视电视上的都是女士 回来 你 你是那小子 知道 不是 下课人也回来了 都没 好啊 好 好 录沙 老师 孩子们回来看你来了 24您的重训 我先生 这 我 去 只要是电视上的都是女士 女士 我爸说他曾经是一位教师 他教出来好多好多学生 他们现在都是大厦的动员 我爸说都是真的 快点快点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这一切都是真的 是那么不可思议 有一位隐秘而又伟大战略教师 二十四年前 他来这座山里教书 当上八个山里吧 走出大山考入了大学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 他的学生成为了大厦首富 国家专家 生物学家 大厦桥梁组设计师 他的学生们 全都成为了大厦中兴力量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一位隐秘而又伟大战略教师 二十四年前 他来这座山里教书 此时此刻 他们是生存本 更化二十四年 再度拥抱在了一起 他叫楚歌 一位曾经不为人知的山顶教师 隐秘而又伟大 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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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吗 曾经 我只想着打几年功 然后找个条件好的人嫁了 但是 您背着包 傻乎乎地走进了盘龙村 从那天起 盘龙村里那个叫夏克人的女孩 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从此以后 盘龙村少了一个 批柏鸭育儿的农村父母 大夏多了一个 乔梁建设总工程师 老师 二十四年了 我无时无刻不再幻想着今天 我就站在这里 骄傲地告诉你 我今天的成就 有了好成就 卓老师 你还记得我吗 林琪 卓老师 害怕别人揭开你的伤疤 逃避别人提醒你的父亲 但是那晚过后 我再也没有恨过你 因为你说过 如果我爹等不到我成为他的救世主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无数人的救世主 卓老师 来细胞形成 来源于细胞分裂 细胞究竟为什么判断 怎么才能避免细胞分裂中 产生错误的用误 钟宁上说 还是重 至于是独乱向虚伏 而在西医之中 东宁提出的是更加精准的靶像治疗 那么 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靶像更加精准 爹 等我 五年前 保罗艾丽西选次提出 兄子靶像治疗方案 但我却认为 这只是承认的第一步 有没有一种可能 多方联合靶像呢 四年前 大夫说你只剩下几点时间 我开始苦干医学 才留着你在人间三里 可在最后我还是没能留住 但是 此时此刻 需要多少人正在帮手折磨 需要多少人正在经历射死里面 丑大学说 如果我成为不了你的救世主 那么有一天 我一定会成为他人的救世主 东宁的生物学家 证实了多联靶像的运用 而我高中时期设想的这个理念 是正确的 那么 我提出的 活体替细胞的免疫疗法 也是正确的 你不听 你的诺文 得到了海内外二十多家 超医疗医疗机构的认可 真的 真的 您不知 您的诺文 得到了海内外二十多家 超医疗医疗机构的认可 真的 真的 您好 您是诺贝尔奖组委会 我们成要你明年三月 先往瑞典 班警先生 我们将为您授予 下一期的生物学生 感谢林先生 为全球医学做出的 结束贡献 你听见了 爹 你听见了吗 我没有 莫夫 啊 医隐医疗是什么 我今天都得到那一天 谁知道那些医疗法庭 什么时候 你想为当时就是医疗大胆 所为助力 那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无数人的救世主 他们说 我是救世主 可他们不知道 您才是我的救世主 他们说 我为全球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可他们不知道 在大山深处的宫火 在大山深处的宫火 是你们起发了一个 620一 阴谷的烧天 可怕是 这里起发了一个 阴谷的烧天 生物学奖获得者 大夏医兽 太长 你们中心里达到了 1910 小朋友直播 重要 如果十年前 我高中时期 能遇到这么一位老师 让你们身体的机 也跟他们一样产生过 一开始 我以为 我真心 竟然有这么多厉害的学生 其实呀 是他们真心 遇到了第二位好老师 我也想好好学习 他赢了 燃烧了减赫的别人 老师 我考上大学了 我考上大学了 还有 我现在是优秀企业家 那个 这都是我的周叔 好 福大学 我毕业了 毕业了 谢谢你 初老师 谢谢你 初老师 您别管他 王定海 皮疼肉厚的 没事 夏可阳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王定海 你今天别找骂 初老师 你画了好久才画出来的 冷水和大小设计图 王定海拿去他屁股了 你这女人小事都看人了 明明是 初老师 你今天交出院 你弄不出来 你就诬陷我 明明是你偷拿我的 四个王八蛋 怎么拿的 哎 你承认自己是跟王八蛋了 谁呀 别吵 天天都是水果不容的 吴老师 你们是他 走吧 上课了 上课 初老师 上课了 初老师 上课了 上课了 初老师好 你好 初老师 回去检查 过夜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学人上课 时间到了 但今天是周末 周末掉了 学人上课 时间到了 微积分是个什么 你们千万不要觉得用不到微积分 就不学了 微积分的实际运用领域其实非常广泛 以后你们肯定都能成反 肯定用得上 我以后要当企业家 我用不上 福老师 我说着玩的 不想学就滚出去 你跟下课人一起欺负我是吧 我现在讲晚上就考 考不过的 给盘龙森一队二十户村民义务劳动三天 要是表现不好 就再加三天 危机分 高考绝对是会重点考 以后你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展 但是第一关必须要做 听清楚没有 全世界处罢 那是我儿子给我拍的药物 我儿子以后 可电视频 医生还厉害的 叫生物学家 危机分 高考绝对是会重点考的 除大学真了不起啊 专业叫高考了 没能想到 你那个憨憨的实验子 既然真的要让那八个小腿 被考大学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别来啊 自从儿子去学习 以后我能出去好好打工啊 不曾想这一转眼 后前又去高考了 我也紧张的不得了 他真的能让盘工村 出几个大学生吗 肯定能 原来想让周强去打工的 从大学 千千给我做思想工作 做了三年了 难道要像你一样 在山里种一位子地吗 行吧 那我就一个人种两块地 你好好学习 出任头地去吧 滚吧 飞出任头大赛 从1999年啊 到现在 成长24年啊 我们今天 就在盘龙厅相聚了 傅老师 我们给大家 喝张影吧 好 好好好 哎 那我来帮你们拍吧 哦好好好 哎等等 傅琪琪 你是他的女儿 也是他的学生 这样也算是我们的学妹了 对过来吧学妹 好来吧去吧 都站好啊 我喊三二一 大家一起喊茄子 喊什么茄子 应该喊 旗开得胜 一 二 三 旗开得胜 快点啊 高手快迟到了 哎好 一分钟一分钟 很快啊 很快站好 站好 快点 哎 牛强呢 牛强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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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裤子啊 干嘛呢 我吹你啊 老师 我那旗鼓皮带怎么弄啊 你把你给他挡上 来同学们都站好啊 我喊三二一 大家一起喊茄子 喊什么茄子呀 应该喊 旗开得胜 一举重地 来 三 二 一 旗开得胜 一举重地 再见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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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将会是大夏未来的 东凉之才 我的大夏未来的 Deutschen 没了 还有 没了 感谢观看